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似谷底 但蒋妈妈却没有放弃自己 反而用自己身为糖尿病病患的经历 投入生剂产业 经过14年的投入 终于研发出耐糖因子 为糖尿病患者创造福音 面对人生的大起大落 她始终秉持着乐观的态度 也开创了自己与糖尿病患者的第二人生 今天我们来听听蒋妈妈的故事 听完后或许会彻底改变你的人生观 说起来是先是不快乐的 因为我先得病了 因为我得了一个病叫二型糖尿病 那得病以后呢 医生跟我讲 要三件事 按时吃药 要按时回诊 这是当然必然的以外 要控制饮食 还有最重要要运动 我一听那两下我就遭了运动 这个好像对我很陌生了 因为我不太爱运动 最后你要去跳舞吧 当我想这个电头的时候 所有人反对 第一个反对是我的儿子说 跳国标 你那么老 我那么胖 跳国标你跳得动吧 不顾反对声浪 蒋妈妈坚决要跳国标 但是穿起舞鞋无衣 才发现原来国标舞 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 一开始去啊 我还搞不懂 国标就是国标吧 我来才知道有这么多种类 那我比较喜欢的是 比较古典的 我喜欢跳摩登 因为它的音乐都很优雅 我都觉得很好 衣服就那么漂亮 我讲我去跳舞 每个人都说 啊 可能吗 我说我给你看照片 他说是摆pose 我就很挺 很伤 我说那我就办活动给你们看 你们来当面看 每个人看完以后 都认为我跳得不错 为什么呢 因为先打了预防针 因为我说你看 我六十几岁 体重七八十公斤 所以人家都不去要求我很高 看完都每个人都很赞美我 让我很有自信 不服输的陈灵辉 证明自己可以跳舞 也在优雅的舞步中 找到自信与快乐 他希望将这份感觉传递出去 而他也发现 老年人的身边经常缺少陪伴 而娱乐活动也有所限制 他开始有了想要举办 国标舞比赛的念头 想让年老的人能开心地跳国标舞 也能同时扩展生活圈 那让我最记得有一次 我那一年办的时候 我到洗手间去 我在换衣服的时候 就出来一个老太太 她九十二岁 她告诉我 她也叫我蒋妈妈 哎呀蒋妈妈 我听得好高兴 她九十二 我是她面前小小妹妹的 她明年你再办 我为了要来参加你这个活动 我高兴了一个礼拜 我要洗头 我跟我儿子讲 要带我车子开 带我来啊 她说你明天再办好不好 我好久没有听这些歌了 这些老歌好好听啊 我听得有好歌 好高兴啊 蒋妈妈的生技公司 逐渐打响知名度 大家都改口叫她生技阿嬷 而她的客户遍布世界各地 生性豪爽的她 只要客户来台湾 她就会亲自来上一段国标舞 以舞会友乐趣更多 我在马来西亚 泰国 韩国 还有美国的客人 客户来台湾 我都带她去看我跳国标舞 他们也下场跳几支 好高兴 其实大家很容易连接在一起 觉得好像因为跳舞了 又有更多的话题可以讲 他们认为 一个七十岁 近七十岁的人 体力还这么好 白天上班 脚还能踢那么高 他说真的我不来看 我还以为你摆的pose 有人扶到你呢 我说有多很多话题 虽然是生技公司的董事长 但他告诉大家 保持乐观的心态 才是最重要的 这是蒋妈妈的人生智慧 乐观的心态 带领他走出低潮 创造另一个美好 我觉得都要从正面去想事情 如果任何事从负面去想的话 就很对身体也不好 你看我55岁创业 15年来 有今天的成绩 虽然一点点 可是我得到自己的高兴 因为身体好了 也培养了这么多孩子们 所以是最快乐的事情 2月28日台北小鸡蛋 国标舞世界大赛 欢迎大家一起来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